好,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四局 目前塞尔比的长台五干五中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私家会是百分之五十,两干一中 这就有点厉害了啊 他防守不光防得好,进攻也打得很犀利 咖啡球中带打进,顶一下球堆 嗯,右边中带的这颗角度是留的稍微有点大 看看右下方底带,也不简单 也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角度 保球,底带的好打一点 好球,打进以后接粉球的左下底 现在球队已经完全带开了 好,左下方底带 稍微点向上的角度 赤库起来 嗯,登到这个位置 看一下粉球的右下底 嗯 嗯 嗯 重地杆直接一点,登下来以后,右下方底带的红球还有 肯定是有单下的啊,中间球队这么散 中高端推一库起来 继续要粉球 走少了 粉球角度叫的不是太理想 好,中间的这个通道留的还是很宽的 中间的这个通道留的还是很宽的 绕台上去 非常漂亮的一个转角两库 这个较为绝了 好球,赛达士的围球确实一绝啊 粉球的一个中带 有一干超分的机会 好球 好球 这个黑球点位上方的这一颗要走下底 看看这局还能不能给到斯嘉辉机会 好,稍微带了一下 还是要粉球 目前黑球是贴裤的死球状态 所以赛达士更多的选择是围着粉球来吃分 好球 好球 好 这个粉球打进看一下 左下底 非常舒服的角度 而且以赛尔比这种 小心谨慎的球风啊 它是很难出问题的 这是比较难搞的一点 你看其他球员 至少他总有失误的时候 赛大师他状态上来了 没有失误的时候 这边调一干篮球的中带 中高端直接凳下退下来 黑球左上方这一颗 还是有向上角度 这一干调一干低分值了 黄球 这样一酷下来 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 相当到位 这一下叫到了三颗 直接连接粉球的一个中带 好 其实面对赛尔比最强的这个绝招就是记严炳涛 反正严炳涛跟赛尔比几次交手以后 赛尔比是接受采访表示我已经出现抑郁症了 然后严炳涛被进赛以后 赛尔比又是接受采访我的抑郁症好了 他们最经典的就是有一个89分钟的比赛 基本上就是落干的一瞬间 就是裁判宣布这局比赛结束 两个人把球杆一扔直接就奔厕所 踢着裤子就跑了 左下方底带打进粉球的中带一连接 这就要超分了呀 打进粉球再吃一颗就能超分 这是直播啊 凌晨两点主播还是会给大家继续带来 丁俊辉对这马克威廉姆斯16进8的比赛 领先63台面67分 好超分了 这是奔着3比1来了 之前大家也是曾经幻想过 如果世锦赛斯嘉辉赢了小光头 跟赛尔比对上会成一个什么感觉 还是赛尔比的有没有大 嗯 这颗打丢 哎 打丢的话还 还要挣扎一下吗 啊 不挣扎了 确实赛嘉辉不是太擅长做斯诺诺课啊 这样的话3比1 嗯 嗯 嗯